南韓再度爆出群聚感染 当红的男团改办线上演唱会 这也影响到韩国经纪公司 暂停海外选秀 台湾练习生受到影响 防弹少年团开线上演唱会 南韩演艺产业因疫情近乎停摆 也冲击到台湾的练习生 像他原本通过男团选拔 与JYP公司试镜 花了近十万准备富函 却不得不取消 生命还是大于梦想一点点 但是还是希望说可以闯闯看 会蛮担心 因为毕竟现在的年纪 也稍微比那边的练习生大一些 干净的嗓音 年仅14岁的Ashley 尽管已有台湾的演出邀约 仍梦想在韩国出道 差一点就有机会 但也因新冠肺炎而喊咖 为了防疫台湾边境管制 外景失资进不来 台湾练习生出不去 培训公司快半年都领收入 但原本设置电金都得照付 还有营运成本得支出 好在通过文化部纾困 我们已经有支出了 就可以跟文化部做申请 这个几万块对我们来讲 已经是个及时雨了 因为至少我们可以支付某方的租金 然后还有之前就是赔掉的场地费 也都可以支付 纾困金能占结营运危机 但怀抱新梦的孩子 只能等消除世纪瘟疫 TVBS新闻华少平全英文台北报道